您知道基隆市民对交通安全有多重视吗? 根据近期民调显示 市长谢国良推动的行人友善 是最受到民众重视的政策之一 获得高达7成6的市民关切 以及满意度支持 因此交通安全的相关议题 是目前市府和民间都相当关心的焦点 画面上是学生下课过马路的情形 学童交通安全是地方上首先关心的焦点 除了地方关心以外 您知道吗? 行政院在8月份已经通过 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 前市中央也把交通安全列为上位计划 并由行政院长主持道安汇报 希望借此推动各项精进作为 消除台湾行人地域的恶民 让学童过马路更加安全 家长也能更放心 实际到了学校了解学生与家长的心声 家长认为现在的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对啊 蛮有效果的 你自己也会有感觉吗? 有啊 你自己骑车的时候? 对啊 大家都会比较停下来啊 比较不会像之前就是横冲直撞这样子 对啊 一点点安全啊 对啊 会不会啊? 你说 你说你上课的时候都有谁帮你指挥交通? 导护妈妈? 呃 导护妈妈? 导护妈妈的指挥让你觉得安全啊? 那马路上有导护妈妈跟没有导护妈妈的差别大概在哪里? 嗯 我觉得现在新的法律让马路变得比较安全 因为很多车子会担心所以不小心路撞到行人 可是有导护妈妈的话是多一个人在那边帮你挡着车子 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可能不见得会看车 他可能会到处乱看 然后车子比较大可能也不会注意到他们 所以一定会有差别啊 像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放他们从全家到邮局的那一个马路这样子 那导护妈妈是学校旅的? 学校的义工妈妈 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 比较靠近学校的这两个马路是老师 然后另外两个马路是导护妈妈这样子 那平常会不会跟小朋友讲一些说 就是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什么? 学校会讲 从现场画面观察 学校的老师也参与指挥交通的重任 他们会持续在尖峰时段担任导护老师 协助学童的通行安全 下方跟警方也都付出努力 从各方面来进行维护学童安全 像是规划互同专案 协助学童与市民安全的过马路 最近还好 因为早上都会有警察跟导护妈妈 老师都会在每个路口 其实我觉得这边还蛮安全的 对啊 警察单位他们每天都会在路口来协助 那这个家长们都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呢 欣赏这样的一个制度 因为学生最重要就是安全 那互同专案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今天看到三分局这边很认真的执行 然后富裕队这边也会来督导办理 还是我们互同专案计划也好 都非常认真的在执行 我想尤其行人改善 这个让我们小朋友 从小养成一个遵守交通规则非常好 据了解 目前基隆市政府首先把学区附近的路口 提前划上显幕的绿斑马线 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 确实礼让学童与行人 另外也逐步在交通热点学区附近的各路口 规划行人绿灯早开等改善措施 目的都是希望能保护学童的安全 针对学童的交通安全我们建议 或许可以由市府聘请专业人士 与学校多多合作 深入校园安排交通安全讲习 也加强各项媒体宣导 让驾驶人跟用路人都能了解正确的交通法规 让交通安全观念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也是良好的社会文化风气 这样才能落实交通安全朝向临死亡的愿景迈进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李亮杰 基隆报导